大家平安 我们要接续来看到四十几经的经段号 是十章的一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我们要向你先让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真理启示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刻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第六节的经文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 并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亚的神 亚门人的神 菲利士人的神 离弃耶和华 不侍奉他 我相信我们在十四季当中 会不断看到这样子的记载 这一次 这一节特别喜欢以色列人拜了七个偶像 以致他受到七个民族的欺压 可以从十一节下半段到十二节上半段 看到 很有意思是 人好像都这样 很顺利的时候就不知道去哪了 开始拜别的神 然后 诸法林到时候 哇又 开始呼求神 但是这时候记载了 事实 以否他出场 他要如何拯救 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一到十六节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 亚摩利人 亚门人和菲利士人吗 西顿人 亚玛利人 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 你们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尽离弃我 侍奉别生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 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 让他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 我们犯罪了 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持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这些百姓 真的又遇到困难 然后被欺压 他们才哀求神 但是 很有意思在今天的经文 特别十一节开始 耶和华 来问他们 我岂没有救你们脱离谁谁谁的手吗 是啊 我们其实圣经想要写在那 可是为什么还是这样 总是这样 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自己的路 然后 所以当许许多的人都 牵压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他们就哀求上帝 过去这样神拯救 然后他们现在又在苦难中 所以他们还是哀求 但是神指责他们是你们尽离弃我 事奉别神 然后上帝说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愿意回转呢 当然我们可能不能只用字面印象来看就是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 因为圣经不断记载当百姓听到警告 然后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还是施恩拯救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做做做到神 甚至生气到说我不要再拯救你们了 因为你们是悖逆的 你们就是远离神 很有意思 因为经文这样一句一句告诉我们 既然你们要去信靠那些其他的神 好啊 那你遇到困难你就去求他们 让他们救你啊 但是这一次15到16节这样子的记载 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一次百姓的认罪是包括了离弃这些假神 百姓不知道哪有的信心 当然他们有认罪说我们犯罪了 但是他们说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这些以色列百姓过去都靠自己的意志 我选择要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 但是这一次完全降服在神公义审判的权柄之下 他说神照你的公义照你的圣洁 你要如何刑罚我们 你就这么做吧 但是求你救我们 然后16节之后 耶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很有意思是希伯来文担忧 大概意思就是心急如焚 或者是无法忍受的概念 其实神不会冷眼旁观 但是属上帝的百姓啊 我们还要一直离弃神道 神要说我不再救你们再怎么哀求神 神再来施恩怜悯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求你施恩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我们得到诸多的恩典 享受在你所吃的平安中间 敬背离了你 主求你亲自施恩怜悯 帮助我们这能有警醒的心 在世事记当中 一次又一次我们看见百姓背离你 受到欺压 爱求你 求主拯救 主让我们生命情况不要落到这么凄惨的定步 而是一生紧紧信靠抓住你 向你现在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